汉服 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 2003年 一名叫王乐天的电力工人身穿汉服 出现在郑州的街头 发起了汉服服兴运动 这个运动主要的目的是唤醒汉族 乃至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记忆 一身正统的服装在其中有着相当的主要性 今天对汉服一无所知的我 来到了海口 海口的琼泰书院 35岁的我们要跟学生们一起参加一个 汉服成人礼的活动 我先来拜访一下活动的主办人 海南汉服文化协会会长李勇老师 谁好 你是李勇老师吗 你当初怎么会想办一个这样的活动 成人礼就是通过这个仪式 告诉人们你长大了 你有担当 传统成人礼来说就是加一 穿上祭祀服装 社会才承认你是成人 就你才有资格去穿上这身衣服去祭祀 所以服装其实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对 它就是传统文化的成长 明天其实我接受这个成人礼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可以 虽然你已经过了这个成年段 比如过了20岁 但是就在这种礼仪的气氛下 你会深有感触 第二天一早我就和参加成人礼的同学们 一起来到了琼台书院换上汉服 这个袖其实挺有意思的 说不定以后真的会成为时尚 因为现在时尚不就是增添一些麻烦吗 应该要吗 这个就是增添很大的麻烦 全员穿戴整齐之后 我跟同学们一起参加了传统文化研习课 展开 正做的话就是跪着 臀部坐在脚后跟上 跪下来 跪 跪下来 坐在脚后跟 跪下来 90度鞠躬 手要着地 头碰到手 拜 拜 心 鞠躬 拜 头到地 心 对 拜 心 拜 拜 拜啊 拜到地啊 可能真的老了 听不了课了 所以像刚刚老师说 如果像古人的话 就不能像这样做 屁股坐在脚后跟 其实挺难受的嘛 我觉得开心就好 舒服就好 研习课之后 我找到了刚刚帮我穿戴汉服的李文静 那汉服这个东西有多有入到的事吗 出去也都会穿 上街也会穿 是的 第一次穿的时候我也很紧张 在意边上人的目光 然后就会人家看到你 就像上下胆量 你就觉得 你怎么会穿成这样 这两年好些了吧 那我不觉得一样的眼光 会让我与众不同 我只是觉得我长得好看而已 不是说因为衣服的问题 我今天是第一次穿嘛 那我也觉得我穿上之后 好像Cosplay 我也有一些同袍 也是从Cosplay慢慢走过来的 但是你一旦接触这个东西 你开始感受的是背后的文化了 那你就不是在穿这些衣服了 你是在穿这些传统文化了 我们现在汉族越来越 没有那个民族特色了 我们现在就做这个东西 就是想把这个东西拾起来 我觉得汉服就是一个标签啊 就是我们一个汉族很漂亮的衣服呀 即时已到 请观者 激者 握罐洗手 入场 请观者 激者 振作 向祖先 祖国 敬花 敬花 献国 拜 心 请 正兵 为观者 加关 为 激者 吉 激 宣读 四词 看着周围的十几个年轻人 跟我一起松弛归拜 面对国企跟皇帝像 虽然已经成年了那么久 但我竟然有一时的兴奋 刚刚为我加关的老师又递给我了一碗酒 这就让我更加兴奋 饮离酒 致敬中华文化 饮酒 给祖国跟祖先喝完头喝完这碗酒之后 我长大了 礼成 我们现在学习了外国的很多先进的技术 但是也带来了 对我们自身文化的陌生 是祖先的文明 给我们才有了今天 那么我们今天同样要把这种文明继承和传承下去 要不的话我们的小孩们不知道我们传统文化有哪些东西 他认为西方什么都好 我今天遇到的所有人都有着他穿汉服的理由 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传统继承 这些个人脑中流淌的自我想法 都被军探在这件衣服上翩翩勤 然而周围一件衣服 我想他本身再简单不过 如果真的要流传千年 恐怕还是因为他确实很好看吧